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泰坦尼克号沉默豪华游轮的冰山一角 当我们谈到泰坦尼克号沉默这个事件时 总是会联想到那句经典的台词 我是世界之王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但事实上 这艘豪华游轮的命运却是如此的悲剧 让人不禁感叹人类的骄傲与脆弱 泰坦尼克号这艘被誉为永不沉默的船 在1912年4月15日的凌晨 与一座冰山相撞后迅速沉入大西洋的冰冷海水中 这场灾难导致了超过1500人丧生 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之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艘船的设计 泰坦尼克号的建造者们对它充满了信心 甚至在宣传中声称它是无法沉默的 这种自信来自于它的先进技术和设计 包括16个水密隔舱 理论上即使有4个隔舱进水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教训 当冰山撕裂了船身的右舰 水迅速涌入了5个隔舱 这超出了设计的容忍范围 再来谈谈那座冰山 这座冰山其实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 并在北极的冰川中静静等待住它的命运 当它终于漂流到大西洋史与泰坦尼克号相遇 这场冰山一角的碰撞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 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时候真正的危险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部分 而是隐藏在水面下的那一大块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还揭示了人类社会的阶级差异 船上的头等舱乘客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有助精致的餐点和豪华的设置 而三等舱的乘客则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当灾难发生时 这种阶级差异也体现在救生艇的分贝上 头等舱的乘客有较高的生还机会 而三等舱的乘客则面临更大的生存挑战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那首著名的乐曲 据说当泰坦尼克号正在沉默时 船上的乐队仍然在演奏试图安抚惊慌的乘客 这种泰坦自若的精神让人感动 也成为了这场悲剧中的一抹亮色 乐队最后演奏的曲目更近我主意儿 My God之地成为了长灾难的象征 让人在悲痛中感受到一丝安慰 总结来说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不仅仅是一场海难 更是一个关于人类骄傲技术局限社会阶级和勇气的故事 这艘豪华游轮的冰山一角 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中的诸多面相 也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和技术时 应该保持谦卑和敬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独立宣言 殖民地的自由宣言 当我们谈到美国独立宣言时 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群穿着三角帽 拿着羽毛笔的绅士呢 严肃地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里 讨论着自由和独立 这些画面虽然有些戏剧化 但也不完全错误 谁用它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1776年 看看这份历史性文件背后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 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 托马斯·杰斐逊 这位未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 当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维吉尼亚州代表 据说杰斐逊在起草宣言时 花了不少时间在他的书房里 手握羽毛笔 灵感如泉涌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一些灵感饮样 比如葡萄酒和茶 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正式通过 这一天也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庆日 宣言的开头那句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连人生而平等成为了经典名句 这句话不仅在当时激励了无数殖民地居民 也在后来成为了全球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象征 然而这份宣言并不是一措而就的 事实上当时的第二次大陆会议上 代表了对于是否要脱离英国的统治 有助激烈的争论 有人主张和平解决 有人则认为必须武力抗争 最终经过多次辩论和妥协 才有了这份历史性的文件 有趣的是 当时的印刷技术并不如今天这般先进 宣言的出版是由费城的一位印刷商 约翰·邓拉普张·邓拉普张·邓拉普张·拉斐 一夜之间感应出来的 这些邓拉普广告单被迅速分发到各殖民地 成为了当时的热搜新闻 此外宣言的签署也并非以处而就 约翰·汉考克·张天卡克诀 是第一个签署的人 他的签名大的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 据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英国国王 乔治三世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名字 其他代表们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陆续签署了这份文件 总的来说 美国独立宣言不仅是一份政治文件 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它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 定在历史的长河照使用场 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和深入的见解 能让大家对这份伟大的文件 有更多的了解和共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印刷术发明 知识的快速复制机 当我们谈到印刷术的发明时 这就像是在谈论知识界的快速复制机 想再一下 如果没有印刷术 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用手抄书籍 这就像是用毛笔写电子邮件一样 效率低的令人抓狂 这就像是从起码变成了开烤车 速度和效率都大大提升 有趣的是 古登堡的发明并不是一夜之间改变世界的 当时的人们对这种新技术还有些怀疑 甚至有些人觉得这种机械印刷出来的书类 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是成为了大众的财富 还有一个一个人的发明 这就像是今天有人觉得 电子书不如纸质术有感觉一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印刷术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 书籍变得更加便宜 知识的传播速度也大大加快 这不仅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 还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启农运动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让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是成为了大众的财富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 古登堡其实并没有从他的发明中赚到大钱 相反他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将他的印刷厂交给了他的投资人 约翰·福斯特 这就像是你发明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应用程式 结果却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卖给了投资人 自己反而没赚到什么钱 总的来说印刷术的发明就像是知识界的快速复制机 它让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 从而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这也提醒我们技术的进步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变额 而这些变额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被人们完全理解和接受 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的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美国独立宣言的通过 以及印刷术的发明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历史书中的一页页文字 更是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里程碑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骄傲与脆弱 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和技术时应保持谦卑和敬畏 美国独立宣言则是自由和平等的象征 激励了无数追求独立和民主的心灵 而印刷术的发明则像是知识界的快速复制机 让知识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 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这些故事不仅有趣 还富有深意 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那么你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觉得泰坦尼克号的沉默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警示作用 美国独立宣言的精神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又有怎样的意义 印刷术的发明对现代科技和信息传播有着怎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同探讨交流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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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